在金山做马老的老板娘 经历了好多苦难 从小是童养席 后来创业被倒汇 女儿又出了严重车祸 但是她总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果然这个信念让她的人生 像稻吃甘蔗越来越甜 老阿嬷亲切招呼 这一摊是很多客人 来金山必访的景点 好啦 吃看看啦 不买不乖 阿嬷生意最好 你早就拿下来吃 不怕你吃 怕你不吃 阿嬷对自己的产品这么有信心 因为马老果地瓜 这一位是金山独创 阿嬷说自己也是因为做这个 才出名 这个金山老街的名摊 让游客走过路过 都不会错过 好吃 包着那个地瓜的味道 蛮香的 对 特别的伴手里 对啊 对啊 所以带多鸡包回去 地瓜口味很有特色 蛮好吃的啦 很嫩 很酥软 不会太硬 不会很好啊 而且你吃的时候不会很黏牙 地瓜口味的马老 可以说是阿嬷家的金元宝 年稠却不黏牙的麦芽糖 金黄透亮 煮滚之后把油炸过爆开的米果倒进锅 来一场麦芽糖浴 米果沾染金色糖衣 阿嬷的女儿郭亚会用手工甩糖 让米果甩掉多余的糖分 甜而不腻 它原本就是很黏稠嘛 然后我们的麦芽糖是有先在把它稀释过煮过的 然后所以它不会像说黏得那么严重这样子 对 它是有特别在煮过 阿嬷阿嬷阿嬷会研发出地瓜马老 是因为金山的前乡长想用农特产品来包装这一地的特色文化 阿嬷阿嬷索性把地瓜拿来包裹米果 没有想到跳脱了传统芝麻花生口味 挖一层酥脆的地瓜马老突然爆红 马老是算黄昏事业 就是拜拜才有的 就因为结合的地方农特产地瓜跟芋头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特别 马老传统印象里面的东西就是很古早 然后为什么会有那么特别的口味 粗芽知道吗 粗芽这是老的 粗芽阿嬷是粗芽 阿嬷阿嬷在金山老街买马老卖得吓吓叫 其实这一路辛酸只能往肚里吞 小时候是童养媳 十几岁就在糕饼店打工 二十多岁开始摆摊买马老 等于制作马老做了快半世纪 比阿姓更加阿姓 对啊 就家庭辛苦 我们这园的好像都每个生活都没睡觉 吃芹菜 芹菜又再煮起来煮 吃芹菜 芹菜 芹菜又再煮起来煮 现在没有煮 现在煮到鱼了 还有贡献很多 比以前有鱼改善很多 休息 还是休不住 阿嬷阿嬷大半辈子都在坐马老 身体累坏了 没有办法手洗地瓜 只好靠机器来帮忙 地瓜过刀山成片 这下滚烫油锅 过程中阿嬷阿嬷的儿子郭文凯 同样得忍受高温和油烟酷刑 这个冬天坐还好 因为夏天坐真的很不舒服 浮起来那个感觉 就很像一个水上乐园 从底下慢慢浮起来 它浮起来之后又慢慢变大 炸好的米果像是进入飘飘河 一路上经历奇幻旅程 雕塑门面让脉象更好 只是这个油腻腻 热乎乎的家族事业 曾经让郭文凯很抗拒 但是回家帮忙 却是老店二代不得不得宿命 回来总觉得从小看到大 你不想要做一碰 打死都不做 但是家里面后来也是因为 妈妈出车祸 对 然后回来帮忙 对 那做到之后 我会觉得你会知道 辛苦在哪里 接手十年下来 郭文凯慢慢和母亲磨合 曾经想当传统产业的逃兵 最后还是留下来 和父母姐妹一起打拼 长辈他们有他们的经验 对 但是他们传给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方法 所以都会接旁边 细细细细细细 其实最终我们刚开始也是会抹操 只是说要看出来的东西的结果 你说我 手上的鸡 大家要做得漂亮 现在阿嬷摆脚 我才知道 就是冰鸭鸭鸡蛋 我这样说的也很丸 米果下锅像是爆米花一样爆开 米果是用芋头和糯米做成的 如果下锅是不是会碰起来 碰起来是整圆 它那个芋子鬆鬆 它那个芋头做会 并说说它碰起来时 里面就会成网状 切开断面来看 网状的米果内部 红松而酥软 只是油炸的火候也要靠经验 文凯炸出来的米果 并不是每一颗都过得了母亲这一关 最好就是像这个 现在阿嬷阿嬷只动口不动手 回想当初创业维艰 哪里有生意哪里端 到处摆摊打游击战 正当生意有起色时 却被倒了1700多万元的汇钱 没想到一语沉沉 阿嬷阿嬷两只脚 因为车祸意外 连续开了好几次刀 女儿郭亚惠也因为载着阿嬷阿嬷 赶着送货 差点撑不下去 下雨 看到小狗的时候 踩刹车变成滑到油门去 结果是致撞 还好没有撞到其他人 那时候撞得很严重 很严重 我比较严重 心跳脉脖停止 然后又回来的 这一撞让郭亚惠陷入昏迷 阿嬷阿嬷急得执念佛经 也许真的是佛祖慈悲 居然奇迹式的换回了女儿 施洗医生要来帮我拔 那些所有的急救的仪器的时候 结果就发现 好像脉搏有一点点毁伸 又有心跳了 很神奇嘛 对啊 然后回来之后听说 你们家生意就更好了 蛮有福音的 也许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也许是口味创新 让更多顾客青睐 直到金山鸭肉摊出名了 金山老街人潮更多 原本只有两瓶大的店面不够用了 阿嬷阿嬷租下更大的店面 发展网购通路 让过年才吃得马朗 变成了平常也吃得到的伴手礼 而一家子守着一家老店 生意兴隆 不但传为邻里佳话 阿嬷阿嬷虽然年轻时 没读什么书 孩子们却都乖巧有理 让她在104年时 获得了模范母亲表扬 我妈妈怎么教你 就人穷是不穷 遇到危机就是我们的转机 要努力 公毙为春嘛 队内是坚忍的妈妈 在外是和善的阿嬷 阿嬷又玛瑙裹住了两代情 让自家产品在金山热卖超过20年